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五两海苏 黄河海洋 五两海苏 黄河海洋 波鲁康 波沫沙 打来冰写军队 波鲁康 波沙 打来冰写军队 我的教堂跟台塑核定钢铁的距离是1.8公里 每天我和我的教友面对空气最普遍的污染 三年前 4月2016年台塑核定钢铁造成 黄河海洋 因为现在 鱼 我们就去捕鱼 但是捕鱼所的数量是非常少 因为鱼捕不到 所以呢我们就 叫便利的卖掉我们的船 然后呢我们这个女傅就 都散了 就到 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然后呢 甚至还到其他国外去 为了生存 因为这样子所以呢 所以呢 家庭的生活环境 特别有一定会破碎 然后呢也有这样子的 因为很经济的困难 所以造成 这个家庭的 呃 呃 唐居小孩子读书的状况 那我们 我这边的唐居的教友 突然发生一些奇怪的病 有些那个呼吸肺的关系 呃 总之来讲 是呃 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公司 到越南来经营 他就把这个最基本 呃 家庭生活的 构造打破了 那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是呼吁 呼求 你们的支持 台湾独立的司法 要求台数合金钢铁 还给我们的这个公平正义 然后呢 处理这个台湾和水 在2016年4月16日 我和我的家人 因为台数造成的环境忽然 呃 生活受到的巨大的影响 至此以后 我们无法继续在海里捕鱼 海里没有鱼货 就算是有 也非常少数 而且没有人敢买鱼 因为他们怕吃到这个鱼 我们必须以低领的价格 卖掉船只及鱼网 才能维持生气 使家人们分散的各地 和我被捕 离开家 离开七十男子 来到台湾工作上的两家 有人得去韓国 有人得去日本 在越南 我们是被害人 所以呢 我们 呃 小团体 在路上和平的 游行要求 呃 越南政府 要求台数来补党 但是 越南政府 就用很暴力的行为 来压霸我们 除给我们 有一个权力 继续 游功 政府 台数 和情钢铁在越南经营时 造成 环境忽然 那 同一个名字是波波萨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波波萨 变成一个不好 印象的波波萨 造成 越南生活 家庭的迫害 当他给 俗席补兼 越南政府时 他也没有提出来的方法 帮助能够可以监督他们 俗罗来 来 分发这个培堂 实际上 这个 这个 有关这个 培长的这个金额 人民所拿到的 是很少 甚至多人 是很少 在2019年 5月27号 我们的团体的律师 已经把这个事情 提供给联合国 要求联合国来调查 这个培堂上的事情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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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